小猪,别哭了 有一个地方住着一只爱哭鼻子的小猪 打了架,它会哭 被训斥了,它会哭 扑通,跌倒了 它会哭 有一天,小猪正哭着 滴答,滴答,下起雨来了 咦,这么晴的天会下雨 小猪自言自语的说 就在这时 树竟然哭了起来 你怎么了 为什么要哭 小猪吃惊地问道 因为我觉得你好可怜啊 我一直在看着你 可是你哭的时候 我却不能为你做什么 结果小猪被教得湿淋淋的 没事,我才不在乎呢 你不用哭了 真的吗,你真的没事吗 爱哭鼻子的小猪 不对,我才不爱哭鼻子呢 小猪害羞起来,像逃跑似的走掉了 可是第二天,小猪又一副要哭的样子 跑去找那棵奇怪的树 今天我和朋友吵架了 尽管小猪想忍住哭 可是因为觉得委屈,眼泪还是涌了出来 就在这时 树先哭了起来 本来是我要哭的啊 小猪因为很吃惊就止住了眼泪 可是树还在哭 结果小猪又被教得湿淋淋的 小猪真可怜 没事,我才不在乎呢 你不用哭了 这么说着说着 小猪真的觉得自己没事了 过了一天 小猪脸上笑咪咪的 因为他与朋友和好了 你看,你看,我已经没事了 你看,我已经没事了 小猪高兴的朝树跑过去 扑通,小猪跌倒了 好疼,好疼 小猪刚要哭 哇,树又先哭了起来 等一等,头的可是我呀 可是你是因为想快点见到我 跑啊跑,才跌倒的 真可怜 结果小猪又是湿淋淋的了 我不投了 所以你别哭了 小猪笑了起来 真的 啊,太好了 树也笑了起来 两个人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 他们一在一起 就高兴的忘了时间 刚入冬的一天 小猪与树说了半天的话 累得睡着了 不知什么时候天黑了 天黑了,下起雪来 这可怎么办 这样下去,小猪会冻僵的 哦,有了 一片,两片,树开始让树叶飘落下去 三片,四片,五片,树叶不停地飘落下去 树不是落眼泪 而是落下许许多多的树叶飘落到小猪的身上 轻柔的树叶温暖着小猪的身体 洁白的雪把四周都包裹起来 天亮了,小猪睁开眼睛 树上的叶子已经落得一片不剩 哎,你怎么了 树没有回答 哎,为什么 你为什么不说话 小猪的眼里泛着泪水 为什么,为什么呀 不管小猪怎么哭 树也不再答话 小猪哭啊哭啊 不过,哭够了之后 它擦去眼泪 轻轻地抱住树,说 谢谢你,你保护了我 我不会忘记的 我们一起哭,一起笑,一起聊天的事情 我永远永远都不会忘记 雪地上的树叶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 后来 春天来了 树上又长满了树叶 可是树仍然没说过话 也没哭泣过 不过,小猪时常到树下去 不知为什么 小猪觉得树好像在对自己说着话 你没事吗 爱哭鼻子的小猪 那时,小猪就会在心里回答 没事,我已经不爱哭鼻子了 因为 我和你变成了好朋友 永远的好朋友 都知道了 好朋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